我这个水培番茄啊 大家看一下啊 是不是没有以前的时候根多了 实际为啥啊 根太多了 前两天把它搅了 因为这个根呢 它直接到这个排水口里面去了 抽了时候抽了一米长度 有很多人问呢 就说为啥说这么高温度啊 高温季节 为啥我们这个根系啊 没有说出现根斧啊 这些病害呢 福丹根部没有病害 你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处理池里面 还没有绿苔 是不是啊 有些朋友就说 做水培了兽 经常会发现根粘啊 实际上就是根部已经发生 病害了 我们之所以在这个水培这一块啊 没有出现那些病菌感染啊 实际上就是你在平时田间管理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病菌呢 这些预防 你看我们预防病菌的没有采用农药啊 没有采用农药去预防 采用什么啊 采用的是这个养鱼行业当中啊 他们用的一种杀菌机啊 那种杀菌机呢 他用了以后我们发现 他对根部没有任何的损伤 啊 并且呢 他不单说能防止根部的一些真菌呢 细菌的感染 同时呢 他还能防止这个滤灶啊 滤灶 我们也叫青苔 它的发生 特别在高温季节 有很多池子里面 经常发现那个那个绿藻啊 青苔啊 大量的发生 实际上那些东西 它要吸收氮肥营养 还要消耗氧气 所以那些东西呢 尽可能的 要去进行防除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水培这样的话呢 采用了一些杀菌剂 起到这样的一个预防作用